就是眼前这株其貌不扬的作物 让酒香飘满华夏大地 它便是高粮 放眼全世界高粮的种植面积极广 但是只有在中国 高粮作为一种酿酒原料 被激发出了巨大的潜能 在中国高粮总产量中 酿酒高粮占比非常高 占80% 中国为什么选择高粮酿酒 高粮又凭什么超越其他作物 成为酿造白酒最重要的原料 高粮种植历史相当久远 但很长时间并不讨人喜欢 因为它口感差 有苦涩感 不太适合食用 不过古代农业不发达 旱灾多 饥荒频发 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 高粮抗旱能力强 含量高的优点得到重视 开始大范围种植 不好吃的高粮除了冲击 遇到丰收 拿来酿酒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所酿的酒制还非常好 高粮口感差是因为丹宁 但恰好是丹宁 让它更适合酿酒 适量的丹宁 不仅能在发酵中 抑制有害生物的生长 提高出酒率 减少杂味 还能产生许多生香物质 赋予高粮酒特殊的香味 正因这些综合因素 才让高粮从众多作物中脱颖而出 我国高粮种植范围相当之广 北方南方都有好高粮 在酿造产业发达的贵州 甚至还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酿酒 诺高粮 而这种高粮是酿造 茅台镇正宗酱酒必不可少的原料 红英子诺高粮 茅台镇正宗酱酒酿造工艺十分复杂 要历经30多道工序和165个环节 普通的高粮被这么折腾 早就糊化 发酵性能大大降低 不过红英子高粮 质炼淀粉含量高 质地糯粘性高 颗粒坚实 表皮厚 耐高温耐蒸煮 精瘦的处大驱降酒工艺 九次蒸煮 八次发酵 七次取酒的反复折叠考验 再者红英子高粮 单营含量恰到好处 能生产多种特殊的香味物质 淬炼出酱酒专属的风味特征 可以说红英子高粮 是最适合茅台镇 正宗酱酒酿造工艺的高粮品种 每年八月 贵州遵义 安顺 前西南州等地 大片的红高粮 漫山遍野 迎来丰收 这里是国台酒的红高粮 种植基地 作为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 国台酒坚持使用正宗原料 每一粒高粮 都是百分之百的红英子诺高粮 加上茅台镇 得天独厚的酿造环境 正宗的酿造工艺 保证酿出的每一瓶国台酒 都是茅台镇正宗酱酒 如今 这粒红高粮 不仅能酿造酱香莓酒 还能带动贵州当地村民 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这就是高粮 一株小小的作物 让酒香飘进千家万户 撑起了中国酒文化的半壁江山 不仅能酿造工艺 不仅能酿造工艺 不仅能酿造工艺